字幕提供 大家早晨,我是中文凌 欢迎大家看《聆听主声》 3月4日 经文是揚恪福音第7章1至44节 我只是选读部分经文 题目是《你说,他是谁》 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接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想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阳明星,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尝试方便的 正在节旗,犹太人寻找耶稣说 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 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孙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哪猜我来者的 第十九节,摩西岂不是全律法给你们摩,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 第十三节,人若在安息日受割例,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料,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第十节,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道 但众人中间有好写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给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三十七节,截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暂着高声说,人若喝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福中要流出沥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刺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善治,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百利行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分枕 依照教会的日历大齋节,是从复活节的四十日前起计算 随却诸日不计算在内,直到复活节为结束 大齋节的第一天,称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 在2022年圣灰星期三,落在3月2日 今天我们默想耶稣是谁 在玛特福音第16章15节,耶稣问他的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对耶稣时代的人来说,他实在是一个迷 我们说他是谁呢? 第一,他不是人所想要的利塞亚大君王 怪诞的事,就是耶稣的亲兄弟与他的口舌来往 正是因为他不吐进他们信仰传统里的 利塞亚大君王的模型 诸彭节是一个大节旗,在三大节旗之一 每一个犹太人成年的男子都要向耶路撒冷参加崇拜 耶稣的兄弟用取笑的口吻叫他和他们一起上路 意思就是你应该在人多的地方行神职 才可以强调你的利塞亚身份 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信耶稣 但耶稣不同的痛恨是有原因的 若现在和一大群人同行 一路上又有另外的人群家进来 到了耶路撒冷,荣耀进城的事件 就早了半年成就 不能够这样 耶稣是被杀的如月节羔羊 因此他的荣耀进耶路撒冷 应该是留在如月节发生 就应验圣经的预言 为着原故耶稣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道 可时他是犹太人 要守摩西的法例上去守折旗 所以他过了一段时间 才自己静静地去 耶稣不是悠游寡断 而是他感应到神的时间 第二,耶路撒冷群众在争论 耶稣是谁 他是个好人或是个迷惑众人的呢? 我们从约翰福音里看到 耶稣有七次宣称自己为我是 在语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里 神启示他是我是 自有永有,产生共鸣 第一,我就是生命的量 约翰福音6章35 我是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8章12节 我就是阳的门 约翰福音10章7节 我是好牧人 约翰福音10章11节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约翰福音11章25节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14章6节 我是真葡萄书 约翰福音15章1节 如果他不是自己所宣称的 他就是一个迷惑人的人 如果他真是自己所宣称的 他就真是神的儿子 要来到这个世界 做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他是永恒的 我是自有永有 成了欲生来的神 他不能只是一个好人 第三 犹太人经验耶稣既没有学过 怎能以深入的知识去教导别人呢 他是个怎样的老师 但耶稣的教导是来自猜显他的天父 因此这个教导给众人 所尊重的摩西教导更加深厚 至于安息日的律法 犹太人就准许行割例的仪式 但认定耶稣的医治工作是不合法的 耶稣坚持反对律法主义 又揭穿他们要杀害耶稣自己的意图 而谋杀犯了戒命 所以在老修成路的时候 他们就指控耶稣被鬼附着了 有些人以为耶稣是好老师 有些人以耶稣为未受过教育的叛徒 他们各持己见 只有一个可能 耶稣是基督 是神应许的尼泰雅 是大卫的子孙 并是神的儿子 只有犹太人被他低微的故乡 加利利的拿撒勒所困惑 他们不知道他是生于百利行大卫之城 他们凭外貌断定是非 以至作出错误的判断 他们错过了接收信息 至于我 耶稣是我的救主 为我的罪死亡 祂是我的救赎者 祂为我付出了生命最高的代价 祂赚取了作为我的主人和主宰的权利 我曾经是罪的奴隶 但如今得自由 去心甘情愿地服侍祂 前我失丧 今被尋回 人给耶稣什么的名堂都不重要 我知道祂是我唯一并独一的神 以我来说 祂是以上所有的我事 祂是我的自爱 并且我永远属于祂 希望大家 和耶稣都建立一个更深入的关系 圆着祝福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那个响灵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一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